哈喽,大家好,我就是传说中的坑爹队友球妹儿,以下是我队友对我亲切的吐槽,我能怎么办呢?我也很绝望啊,我好像就是躺鸡的命,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 算了,不说我了,还是来讲讲今天的故事吧,先来看一下这条新闻。 没错,其11岁的施瓦辛格,最近正在为终结者芯片狂炼肌肉,这对于州长的粉丝们和终结者的影迷们,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 众所周知,今年年初周长因心脏问题,进行了心脏半膜积换手术,过程中遇到了病发症,又紧急进行了开胸手术,还好最后有惊无险。 而当他睁开眼睛时,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动容的话,I am back。 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,相信有不少人像球妹儿,李洋基辛酸又喜悦,施瓦辛格永远是我们的英雄。 而现在距离手术过去半年多,能再次在健身房看到州长,相信粉丝们也可以放心了。 尽管刚开始投入到运动忠实精神状态不如从前,但他依然在努力的做着运动,从他运动的表情可以看出来。 他对运动一如既往的热爱,中间州长似乎有咳嗽了一下,也好像没有影响他的心情。 不过还是希望州长不要太着急,保重身体要紧,而我之所以说这则新闻,对于州长的粉丝们和终结者的营运们,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 所以,最近的视频中都可以看到周长,再为这不时隔多年经典电影做准备。 这几次的训练中,可以明显感受到州长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,一声声呐喊,仿佛在昭道天下,施瓦辛格回来了,壮硕的肌肉仍然清晰可见,狂野的胡子更显然然美。 施瓦辛格的故事相信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,1966年,在德国举行的欧洲健美锦标赛,上获得了欧洲先生称号,1979年。 放弃健美事业,进军影视界,1984年,终结者被评为最佳影片之一。 2003年,出了加州州长,指令于改善环境。 2010年,出演敢死对二。 2013年,出演金蝉脱窍席卷全球荧幕,在所有健身人心中,施瓦辛格无疑是神一般的存在。 奥利皮亚先生,这个健美姐最高荣誉,他连冠奇界,挺弹,影弹,正弹,他样样都表现出色,甚至是样样都没有蜡下,围绕在他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。 他的肌肉横跨半个世纪,仍是无人超越的传奇,就连在这周长期间,他都坚持运动,就连71岁的生日,他都选择在健身房度过。 有粉丝问施瓦辛格,怎样才能对健身保持这么大的激情,希望施瓦辛格可以给他一些鼓励。 没想到,施瓦辛格居然使您回复了这条消息,粉丝留言,我已经情绪低落几个月了,这段时间都无去健身,施瓦辛格先生,可以拜托你,叫我收起我的懒惰,然后去健身房吗? 我保证着可以鞭策到我即刻出门,施瓦辛格恢复,我不会对你这么严厉,请你不要将自己逼太紧。 我们都会经历挑战,都会经历失败,有时人生就是一种锻炼,重点是你要真的起身去做,一点一点的慢慢来,先起床,做些俯卧撑,或者散下步,做什么都好。 依次踏前一步,希望你会感觉好些,然后回到健身房。 温暖且坚毅,爱诺真正强大的不是他的体魄,而是他的刻骨与野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FM